龙冬时节的江南又湿又冷 他往湖球里躲了躲 继续假眉 公子 到姑苏地界了 多谢 就送到这里吧 公子 保重 青年缓缓转身 赤色侍卫浮在挨挨白雪里 格外醒目 大公子 魏公子到了 请到偏听吧 这烫手山芋兜兜转转到了姑苏 兰西沉叹了为气 请佛荣誉诵佛南 蓝忘机 我来处理 竟是书房的案台上 堆满了关于偏听里的那一位的各种画本 魏英 字无限 中原宜陵人士 又丧双亲 被云梦将士收养 成为首徒 画本写道 英命里天煞孤星 虽天赋异禀 却情难久 人难留 亦难平 克死了双亲 克瞎了诗书小星辰 克自闭了诗祖抱山散人 克黄了诗姐江艳离的婚约 克没了诗弟江婉淫的乡亲 克挂了好友聂怀桑的入室 如果就这些都还好 偏偏有不信邪的 硬往南墙上撞 例如齐山温氏的二公子温潮 丸固到底 以画单手为妖邪 把魏无限从云梦江市抢了过去 欲养作近乱 为了温氏大公子也对魏无限一见倾心 兄弟相争 年度撕逼大战比夺狄大战还要精彩绝伦 不夜天都要被兄弟俩给拆了 因此魏无限得名 魏清成 最后温若涵发话了 魏公子不是你们的 魏公子是大家的 温氏子弟任何人不得沾染 现在魏无限都被送到姑苏了 不夜天的对质才消停歇 为何是姑苏 蓝氏这是书生遇到无赖 有理说不清 岐山在姑苏上游 江南一带水域吃得喝得用 总不能被扬言诬悔了吧 别不相信 温若涵说得出就做得到 其实这就是温若涵的坏心思 凭啥我两个儿子为一个男子 争得你死我活 你蓝氏双臂胸有地功呢 关于魏无限被强制送到姑苏一事 众仙门和江湖上的吃瓜群众尤为期待 因为清城公子的杀伤力有目共睹 而姑苏蓝氏先祖以秦蓝佛法为名 雅正端方 数己内刃 清城公子与蓝氏公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蓝忘机又羞又恼 魏无限人还没路上 坊间已经开始兜售魏无限与他们兄弟的各种素材同人文 更有需要时时刻刻马赛克的千金难求的那种文章 蓝忘机刚看到开头的什么魏无限面色潮红 齿间一出细碎的沉吟 就把那些不堪入墓地民间文学扔进火炉 虽然蓝忘机只粗粗看了一眼 但他幼小而纯洁的心灵遭受了强烈的冲击 以至于现在魏无限衣冠楚楚 端端正正地坐着品名 蓝忘机脑海中不可避免地浮现其所谓的面色潮红 一出沉吟的清城公子 二公子 蓝二公子 嗯 被换了多次蓝忘机才应了声 意识到自己的失礼 他倒了声欠 水没了 魏无限单手闲适地转起掌中的茶钟 蓝忘机紧张地盯着旋转的茶钟 就怕跌落打碎 蓝师代客的茶具不是繁品 倒也不至于珍惜到哪里去 碎就碎了呗 况且听闻魏无限猛眼齐发三件正中把心 现在不是担心茶钟是否存活的时候 而是本该在旁添水的侍从不知何时退了出去 蓝忘机起身 我去看看 一出客室 风月迎面而来 蓝忘机仰头深深呼气 试图驱走身上莫名的燥热 明明魏无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什么都没做 蓝忘机真后悔看了那些画本 魏无限放下茶钟 将下巴支在桌上想 敷衍也罢 我最怕自己被当回事 温宁送他出不夜天 看到马车时魏无限是欣喜的 以为要回云梦 起料一路向东 温宁不好意思地说 上面说 去姑苏 魏无限遗憾地放下马车帘子 云梦那边有消息吗 温宁 公子 人还是向前看比较好 魏无限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定位很无语 尤其是他名动天下的真正原因 本来成天嘻嘻嘻哈哈的少年眼神里积攒了越来越多的音质 强者为尊 如今温家独大 如果不是两个公子争来争取 自己恐怕早已沦为玩物了 姑苏蓝氏 他不熟悉也不清楚 魏无限看过类似的画本 画面感太强 他不忍直视 据坊间茶余饭后磕CP积极分子脑补 蓝氏兄弟俩打小感情很好 蓝西沉帝控十级 如果兄弟同时看上了魏无限 哥哥大概会让给弟弟 以及另一种接大欢喜的可能 想到这里 魏无限捂住脸 不能再往下想了 索性蓝西沉礼节性的接待后 就再也没露面 蓝忘机看上去心不在焉 对魏无限爱理不理的 二人的初次见面 各怀心事 不过似乎怀的是同一件事 蓝忘机没找到侍从 干脆自己去打水 并不觉得自己贵为公子 就做不得粗活 白雪埋住了井围 蓝忘机扒拉了几下 把雪往四处摊开 将木桶掉下去 用桶底敲击冰面 冰面碎掉 他俯视自己倒影在水面的五官 我怎么了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待够两年就可以送回去了吧 他问自己 拎桶回去的路上 蓝忘机反复追忆自己方才所为 似乎太过失礼 他不这样的 以往不这样的 任何时刻都不这样的 他是蓝启人最器重的学生 是蓝氏子弟的楷模 可偏偏在魏无限面前这样 回到课室时 蓝忘机带回了一身灵寒之气 魏无限见他头顶 肩膀 前肩上都散落着雪花 在观察他鼻尖微红 拎着木桶的双手通红 大惊你亲打水了 哎 我不 魏无限脸上有些骚 刚才还在心里 数落这位蓝二公子有些怠慢 没想他亲自冒着大雪天去打水 雅正吉DX章DX节DX条 势必公亲 身体力行 蓝忘机面部毫无表情 声音毫无起伏地说 魏无限眨眨眼思考 雅正吉是他们家规 三千多条 在这里待上两年 也是够呛 魏无限挽起袖子 帮忙将木桶里的水倒进茶壶 看见水里混着冰块 心想这水真够凉的 再想到蓝忘机那双通红的手 我来 你别碰 忽冷忽热 醉意涨洞窗 我小时候就涨过 脚底肿成熊掌 养得难受 我娘亲去山上找 说到这里 魏无限说不下去了 蓝忘机感受到她的悲伤 多谢 我会注意的 直到茶壶里冰水煮沸 咕噜噜冒着泡 两人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蓝忘机手指修长 吸茶动作娴熟 魏公子 请 魏无限 抱歉 我嘴碎了 蓝忘机 无妨 三杯后 蓝忘机试着 把话题延续下去 我母亲在我很小时过世了 我对于她并没有太深的记忆 茶袋酒敬你一杯吧 希望可以平稳度过这两年 蓝忘机 好 瓷器相撞声如茶壶中化开的冰水消融 魏无限双手捧茶中 忽然发官断裂 发带掉落下来 掉落时 一端掉进了茶中里 她捏起发带 早湿了 蓝忘机 我那里有闲置的 恰好天水的侍从敲了敲门 魏无限 那就先借用你的吧 请她去取吧 你别近近处处的 蓝忘机跟侍从说了大致方位 侍从取回来一个锦盒 盒子里一根韶药色的发带 魏无限 你用这么鲜艳的 蓝忘机 早年生辰时 家中女修长被相赠 由于颜色过于艳丽 一直无法佩戴 魏无限浅笑着 拿起发带扎了起来 寄人篱下蹭吃蹭喝的我 不能嫌弃的对吗 好衬她 蓝忘机心里想 魏无限今日身穿素色长袍 配上红头绳 把她极力掩饰的 这该死的魅力 又散发出来 魏无限小声嘟囔 可要扎紧点 她将发生多绕了好几个圈才打结 画本里有男子为女子对镜贴花黄 心动不已 可没有男子对男子徒手扎头发的说法 魏无限抬手时 露出两节白皙的 喜舞之人才有的精瘦小臂 长发聊起时 显现不曾见过的天鹅景 她看似随意地 漫不经心地将长发在头顶挽了个计 再将剩余的批散下来 蓝忘机知道自己不该将眼神过多 停留驻足在魏无限身上 侧身捡起断裂的发官 不知能否修不好 魏无限 这可是我花了三两银子买的呢 被店家讹了 当晚 蓝忘机在静世撰写 《清晨公子观察日记》 温若涵规定每天都要写 每天都要上报 隔日作废 与魏无限相识的第一天 蓝忘机把从早到晚回忆了遍 慢慢书写 好让自己的心事不那么轻易暴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